曾董事長 陳董事長 還有現場我非常多的前輩 還有以前的我們同事 還有現場所有今天參加的先進 大家武安 大家好 好 大概兩個月前 我接到吳藝禎執行長的電話 他说希望我在孙艺权先生的110周年的论坛 能够有一个对于他的一些回顾跟说明 当时我在想 因为我对孙艺权先生非常的尊敬 过去我的感觉就是 他是在一个工程师 然后他也是一个在经济方面 带领国家走向这个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辈 但是我对于他的交通的建设非常的模糊 经过吴亦甄这个执行长提供一些资料 然后我就开始请我们同仁开始去 把一些这个历史的照片都找出来以后 我发现我真的以前都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个贡献 所以今天非常荣幸就照这个机会 对整个交通建设的回顾 事实上就是回顾我们孙艺长在过去 包括他一年时隔夜的交通部长 九年的经济部长到七年的院长 他事实上对于这三个阶段 对于台湾的交通建设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这个是刚刚大家所谈的 我把它做一个整理 他是在56年11月29号到58年担任交通部长 刚才谈到一年十个月 然后在58年到67年是担任经济部长 67年到73年是行政院长 那后来因为健康的因素 在资政大概73年到95年2月15号 那我就直接来谈一下 他任内有两个是他直接推动的两个建设 一个叫村村有道路 一个是南横公路 这两个是一个在任内他直接推动跟动工的部分 另外就是我们民国62年 这个金国先生开始推动十大建设 十大建设有六项是交通 但是62年推动之前的所谓的构想跟筹划的阶段 跟孙部长也有关系 在部长的时候包括南北高速公路 北回铁路 铁路电气化 台中港 树澳港 跟重镇机场 然后在这些的推动中 他当时在交通部长 曾经谈过他最遗憾的件事情就是 台北铁路地下化 但是这个工作事实上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也推动 事实上台北铁路地下化是在72年 当时这个推动的 所以等于说这些 我这里框的整个九个建设 就是我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一个部分 第一个是春春有道路 这个在这个56到58年 当时他谈到 因为他到很多偏乡去 发觉说都没有柏油路 水泥下个雨都很难通行 所以当时开始春春有道路 替很多的偏乡铺上柏油路 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如果从现在我们后续 事实上后续接的这些部长 也都是以这样的一个精神在做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57年推动春春有道路以后 79年开始在交通部开始推动 所谓生活圈的道路系统建设计划 102年在省道的改参计划 这个都是在一个春春有道路的 这个脉络下所持续发展的一个部分 那春春有道路 或许我们看起来说 这是一个道路的一个建设 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 它是一个偏乡的正义 偏乡的正义到现在事实上 在我们各个建设里面 都是隐含在我们政府的施政里面 比如说我们邮政公司 你只要有门牌的话 偏乡在山上你都要把它寄到 这个也是一个所谓偏乡正义的一个部分 电信 偏乡也要让它有特别通信 所以这个也是偏乡义务 在我们像我们众化电信 几个电信公司里面 必须做一个事情 最近我们在做一个是公共因素的偏乡正义 这意思是说除了大都市的节省系统 好的公车以外 在偏乡也应该有他们公车 所以我们推动是幸福巴士 甚至我们把小房 这个计程车把它改造成公车 让它上山 那顺便也照顾了这个 我们小房的这些世界的一个生计 让我们偏乡的地方 都有所谓公共因素的一个服务 那另外就是刚才谈到 南衡是57年动工 在61年十月完工 它是从台南的疫景 经过高雄甲仙 一直到台东的关山 南衡公路的困难度 总共它在这个新建构成 大概有116位厘难者 工程厘难者 我去过那边几次 我也曾经碰到 这个厘难者的家属 重新考了我们公路局 也到那个段去继续服务 一棒一接棒 我问过他 这个是你的应该是阿公 还是已经过世了 你什么年轻人又考进来 他说我要继承这样的一个过去 他的这个包括他的这个 事实上他爸爸也是 三代 三代都在这个 我们这个南部的公务段在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的困难 像最右上土 这个是大关山的隧道 这是2722公尺 它山上是一个3000公尺上的大关山 南衡的困难是在贯穿中央山脉 他的困难中央山脉 非常困难的工程 把他这个整个 在民国61年就把他完工 98年的时候 莫拉克把南衡把他摧毁了 封闭了13年 那这13年是一棒接一棒 开始来修复 其中最严重的一段 就是一般谈到的秦和互兴这一段 秦和互兴这一段 这是里面严重一段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梅山口一直到向阳 这个是最困难的一个部分 过去我们在修像秦和互兴 我曾经在高雄市交通局当局长 我们这一段是 那时候公路总局修了段 段而又修 在民国110年的时候 当时在修这一段的时候 这边民霸 这也是民霸克路桥 这里标易碎溪 当时在这个 上面的洪水一下来 以后就断掉 我们当时110年的 这个曾经在这修复的时候 就是每次它断掉 我就要在溪底做这个便桥 就当时有 就是前几天断掉 然后过大概一个礼拜 大家在桥下 在这个地方修便桥 五十几个在这边 突然溢水一溪 洪水来了 我们的这个 包括我们公务处的处长 他当时用他的这一个 这个工程的这种感受 他觉得很不对 他在前两三分钟 就到大家撤退 这个三分钟救了五十个人 大概两分钟以后 洪水全部下来 这个整个这个全部都 他没人在工作 赶快撤退都跑掉了 所以在工程非常的困难 包括过去谈到的这些什么美山 民税道 雅口大方等等 那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们修南横就发现很困难 修了 刚刚谈到修了13年 可是这个孙部长在的时候 要从五到有 那个才困难你知道吗 从五到有 那困难比我们高太多了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不简单 那个整个包括工程 包括这些人的高瞻岩阻 非常的重要 让他过去是这样 这条道路过去是 这个关山夜岭道 就是台东的关山到 甲仙的一个忍着的道路 然后用这个道路去把它 从五到有把它修好 实际上 这个关山夜岭道 现在还有一段叫中之 中之关古道 还留了一段 大概目前就是留了那一段 其他都变成我们南横的一部分 那另外接来就是刚刚谈到十大建设 包括南北高速公路 北回 铁路电气化 台中港 缩港 跟中正国际机场 那以下我做一个说明 南北高速公路 它在67年 10月前线通车 那它主要是在 我们的西部走廊的部分 就是从这个 北部一直到这个高雄 这是就是我们所有的国一 那当时这一条高速公路 也是一位非常重要 就是台湾的第一条的 这个高速公路 那后续 大家可以看到 63年三月经济部长 那时候那个孙女养是经济部长 他跟高工局的福局长 跟行政院的这个我们经国院长 也到这个地方来看 然后你如果到现在的西楼湖区区 我们国一的西楼湖区区 还可以看到孙宴长的 中沙大桥的一个纪念碑 他写下 当时中沙大桥是跨左水溪 它是当时是沙古地阿拉伯 在贷款上面所建的一个大桥 因为左水溪非常长 是当时的台湾最长的一个桥 这个是最长的一个桥 那这个之后我们后续 包括大家看到 包括我们国道二号 大家现在常到机场最坛的 这个国道一号以西 就是机场自线 这个就在69年通车 那接下来就是国道三号 跟国道一号以东的 就是往台湾的这一段 这在86年 那86年是北二高 它是从汐止一直到这个新竹 这个部分在 86年8月的这个通车 那北二开始就中南二高 在93年就前线通车 那另外在 另外一个是国道五号 这是95年6月 也这个前线通车 就是说一半接一半 在进行 那台湾的公路 除了这个以外 事实上这张表还看到 还有横向的台中的台式 还包括我们南投的台六 台南的台八 国八 还有这个高雄的狗屎 这个都是后来一棒一棒 把它建下来的 另外北回铁路的这个部分 在这个十大建设里面 最重要就是所谓的 北回铁路的新建 北回铁路是从苏澳 一直到这个花莲 那我们看到北边那个叫宜兰县 基隆到宜兰 这个叫宜兰县 那当时也是在62年 这个开工 然后69年就正式的通车 也就是说把一个环岛的路往 一直往东部沿 这是当时的一个 这个整个进行的一个状况 接下来是铁路电气化 在十大建设铁路电气化很重要 就是说在铁路电气化的部分 在67年到65 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右边这张图来看 在十大建设是把西部的铁路 都把它这个电气化 像在纵观线的北段 台中的三海线 一直到南部 这个在67、68把它做完 然后后续我们包括高雄屏东 应该是正式85年 然后潮州仿寮 还有包括宜兰县 北回县的一个电气化 最终一点是在这个 我们南回县的 在109年10月电气化 在109年10月电气化以后 全台湾就是都是电气化的期间 这个意思是说 我可以开始绕圈圈了 就用电气化的车子开始绕圈圈 不用在某一个没有电气化的部分 还在来这个换我们的这个车辆 所以它是一个动力演化的 另外一个开始 那另外就是台中港 高雄港跟基隆港是建很久的 那当时的这个孙部长 也特别觉得说 北部有港南部有港 那台中需要一个港 所以当时就从62年开始施工 到65年完工 建设我们这个台中港 因为它的腹地非常的大 它是2904公顷 是变成台湾 仅次于高雄的第二大港 这也是当时 大家看到这是67年 当时他是院长的时候 也来视察我们这个台中港的一个状况 那台中港今天扮演的角色 也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台中港现在呢 就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能源政策 希望黎昂风电办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黎昂风电里面最大的风场是在彰化 那彰化你必须有你的重建码头在台中 比如说组装 这些部分 然后再把它在这边处理 所以台中港现在开始 朝所谓黎昂风电的一个港口来迈进 那当然它也有一些商业的这些 民众休闲的这些空间 所以它现在已经有13家黎昂风电业者 包括这些益组装的码头 还有包括国产化 也希望说在这是黎昂展转型的时候 一个国产化的一个专区 另外也包括一些维修跟人才的培训 这是台中港的部分 然后在苏澳 就是说在东部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港口 所以在64年二月在动工 然后72年完工是苏澳港 这也是十大建设里面很重要 在东部也有一个码头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港口 也能够让东部 不管是后运或是等等 它也可以这个苏运 那这是67年 它也到苏澳港去看过 那苏澳港现在也在转型 就是过去这样以后 它现在也在北雾流南光光 那最近我们在这个建立一个礼物中心 一定在明年一夜这个完成 那这里我们现在有一条航线 就是到日本的以纳国岛 日本最西的这个地方就叫以纳国 所以我们现在过去 那以纳国可以往冲绳 然后往那边走 所以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就是说把一个港口从物流也变成一个 可以这个包括人流也可以运送的一个方向来做发展 那另外就是桃園机场 桃園机场这个56年的时候 由孙部长选定这个场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68年这是他当时去视察的一个部分 那68年2月这个就是已经完工 从63年这个动工 那当时动工是完成的时候是一个航站两个跑道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南北跑道 那现在的这个第二航下是在2000年 就是民国89年完工 那现在在做第三航下的这个建设 那第三航下是依据到115年完工 那现在大概一年 这个可以3700万人次 如果这个完工完工以后可以提高到8200万人次 那过去在我们整个桃園机场的整建 在疫情期间也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过去我们的南北跑道 因为它是24小时营运的 所以你很难去修 你就是那个根本没有时代去修 那疫情期间我们就是停一个跑道 修一个跑道的方式 我们大概109年到110年把南北跑道修好了 甚至很多地方都变成钢劲路面 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疫情期间一个准备 那另外刚才谈到就是台北的铁路地下化 台北的铁路地下化是在72年7月 也就是说这个孙院长在当院长的这个期间 开始动工 在78年9月2号通车 那当时主要是在华山道 这个华山道万华 这是它的第一阶段 那后续包括宋山专案 包括万板专案 南港专案 所以都延伸到南港 还延伸到磐桥 那整体在97年的这个9月21号就完工 也就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这个往下来推进 那台北铁路地下化以后 后续我们又做了台中铁路的高架化 高雄铁路 台中铁路高架的这个高架化 是在这个第一阶段在105年10月16 然后后来在107年10月18 整个就是全部完成了 那现在另外就是107年10月14 就是高雄 高雄铁路地下包括左营跟凤山 这个也完成 那现在的第二阶段 事实上这个铁路已经下地了 现在两个阶段 一个是114年 以前要完工的高雄车站的 这个车站的这个上面的一些建筑物 那另外一个是凤山车站 在明年的三夜会完工 就是整个暂体的部分 搭铁路事实上在107年10月14都已经下地了 所以最后做一个绝影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享受这个陆海空服务的时候 这个好像比如说我们开车 或是我们使用航空站 或是这个搭铁路 我们感觉好像这是必然的 可是过程中有很多 包括我们孙健全院长 这种高瞻研阻 然后希望这个国家的交通建设 来支持经济的发展 他们愿意这个来推动 那当然后面刚才所提的疫情 这些多少年来 这些工程师在第一线的这个服务 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在享受陆海空服务当下 我对于孙健先生是非常的尊重 也非常的敬佩 他有这样的一个高瞻研阻 谢谢大家